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服专家 《金润珍珠儒家冠名》 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我是杜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同样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 同样也热烈欢迎你们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在 我不在 你 你身海陪在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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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江来 我是美女江的江 塞的水来来去去的来 我这个名字的代表就是美女来了这四个字 我其实我还有一个道秘密要告诉你们 其实我去穿越过来的哦 你们想看我变吗 那我就变给你们 先看到我 走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孙玉兰 我今年58岁 今天来向谁告白 今天是我来找我女儿的老板 你喜欢上了你女儿的老板 主持人你开玩笑吧 人家多大 人年轻人的事 我都60了 说一下为什么找你女儿的老板 告白 我女儿现在都快30了 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很正常啊 你女儿要嫁人 跟她老板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觉得关系就是像那种谈恋爱的那种关系 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她又给她买东西 有上下班接她 又每次带她出去吃饭 还给她买那些高级化妆品 还买那些高级服装 什么爱老威呀 什么什么 Cucci啊 好多名牌 我真的都叫不出来 你说她的那个收入 你想想 她公司收入 她能买得起那些奢侈品吗 是吧 除了这些之外 还能够从哪些方面感受到老板对她关心 我有时候呢 偷偷地看她的那个手机 那个老板给我女儿发的那个信息呀 又说天冷了 你看多穿点衣服呀 我觉得就超出一般那种同事的关系 这五六年这老板就没给你见过面 没有 没上你家做过 有时候我女儿就说 妈妈 老板给你送的礼物 过年过节呀 又是满孝春的 这些事情女儿也从来不跟你解释 从来不过解释 我一唠叨多了 人家就去住宾馆 你都不理我 你说我这个当妈的 有时候我带她相亲 她也不去 再拖 都成老姑娘了 按道理来说 你应该让你女儿到这来 向她老板告白 不应该你来呀 我是让她们给我 特别是个老板 她给我一个交代 到底她们两个扯了五六年 到底什么感觉 你现在就是说的你谈婚论嫁也该到了 是吧 你知道她结了婚没结婚 那她不结婚不结婚 和我女儿有这种关系 那你得给我交代清楚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老板今天来了 她结了婚 然后你又跟全国观众说了 她跟你女儿好了五六年 你不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如果她们今天来说 她们就是上下属之间的关系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如果我是老板 我是上司 我是不可能跟我的下属去谈恋爱的 这个会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让相亲她也不去 我让她看见我地上 她也不去 那你怎么给我解释呢 嘉宾 好 我给你解释 你怎么给我解释这个事呢 我给你解释 有两点 第一点 有可能是你的女儿 对这个老板有爱慕之情 她会觉得她的老板非常地优秀 只是她这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老板并不知其你女儿对我的这个倾诉 第二点就是你女儿对老板有了这个倾诉以后 她的心目中的择偶的标准 就是她老板那个标准的 对于其他的那些那些相亲对象 她就看不上了 有可能是这一个老板是有家事的 所以他不便于把这样的感情告诉给你 你要是真有家事 咱们就赶紧 是吧 路归路 桥归桥 今天咱们就撇清这个关系 以后谁也别耽误谁了 这倒是件好事 对 我觉得就把它逼到墙角 我看你究竟怎么面对这个事 我觉得今天来很有必要 把这个事说清楚了 大家都能翻开生活新的一夜 阿姨 我绝对支持你 我不赞同你这么去做 我觉得你们这么去做 是把老板放在火上烤 老板他们 我没认识 这一个男生 男生 这一个女生 我现在不定的 说不好意思 我不赞 我现在就感觉到 你这次感觉到 在目的 我一样 我批准 这个 我们也有一个 我们在内心 我 他 但我 我 purposes 我 他 老板是有倾诉的 但是只是他的单相思 而老板给了他一个回馈 就是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他们车接车送 每次车接车送 送他上来的时候 会有拥抱 面积亲吻 你知道主持人 我也是过来的人 他们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是那种 男女之间的那种 特别热恋当中那种感觉 就是说的 反正我就觉得 他们绝对是在谈恋爱 女儿小飞已年纪三十 却仍无谈婚论嫁的打算 母亲孙阿姨 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四处为女儿张罗相亲 可是女儿小飞 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在孙阿姨眼中 小飞老板对女儿的关怀和体贴 俨然超越了上级与下属的关系 孙阿姨认定 不谈恋爱 拒绝相亲的女儿 与她的老板 肯定在进行这场地下的恋情 那么 女儿小飞和她的老板 是否正如孙阿姨猜测那样 超越了工作关系 正在进行这场 长达六年的恋爱呢 今天 女儿小飞的老板 会来到现场 接受孙阿姨的告白吗 行吧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您觉得那位老板今天能来吗 他一定得来 他一定得来 我说他不来怎么办 他不来 不来我到公司找他去 他不来 你以什么理由到公司去找他呢 我以老人的身份 去找他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那如果他要是来了 他来了更好了 他说他们之间没那种事 没有男女之行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 你就这么认定 绝对 如果他们俩真有 但是这个老板是有家事的 你怎么办 不可能 你不能 我告诉你啊 每个人按那个按键的时候 我问你所有的问题 都是为你们负责 你们一定要面对 门开了之后 所有可能面对的态度 所以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如果他们俩真没什么 你怎么办 那你得给我交代清楚呀 说清楚 跟我讲清楚呀 那如果他们俩有什么 但是这个老板确实有家事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怎么做 那让我女儿赶快辞掉公司工作 不要在这公司做了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我在家里都说得好好的不让你来 你来干什么呀 你来 我一个人能说清楚这个事情 你相信我 好吗 你说清楚什么呀 你说清楚 他是个男人 他应该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 你是个女孩子 来来来 上来说 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年二十九岁 你老妈今天来干什么你知道的 我知道 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了呢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 我根本就不想牵扯到他 我觉得我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那你就说吧 其实我跟我的上司 就是普通的上下级的关系 同事的关系 普通的 对 不可能 你是他的 我是他的助手 你是他的助理还是助手 助理 你对于你妈妈给你安排的相亲 相亲太老土了 就是我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对呀 我让你相亲 你不去相 我跟你讲男朋友 你不去 你一拖拖了五六年 妈 确实我们现在工作也是非常的忙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也是在事业的上升期 你就多理解理解我 你快三十了 我的孩子 你不是二十岁 刚大学毕业呀 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妈妈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到 妈妈出国的机会都放弃了 就为了你 妈都不要再逼我了 你都没结婚 你让妈妈这么说呀 妈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 妈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一直以来都会我一厢情愿的 跟他真的没有关系吗 一直以来都只是我一厢情愿 你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让你相亲不相亲 让你找对象不找 好 你值得吗 让他出来 他要不出来 我今天跟他没完 他不出来 他给我讲清楚 把我女儿拖了这么多年 拖了五六年 阿姨 你必须要想清楚 这算什么呀 他绝对不是他在拖你女儿 是你女儿心甘情愿在他身边去暗恋她 不可能 我觉得你的女儿是成熟的 他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他们发的信息 给他买这买呢 那都超乎同事关系了 但是你把老板叫来今天话 他的立场很奇怪 我以什么立场出现呢 我以老板出现干物你们的家务事 关我什么关系 但以工作关系的话 我应该在公司去说 而公司里边 你女儿她是很清楚我的态度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今天无论出于哪一个情理方面 我觉得老板她是不可能出现 而且没有这个必要出现的 我觉得她非常有必要来 真的 她过来 要么你还我一个开心大结局 要么你让我彻底死心 智琳姐姐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他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 就是个工作关系 我觉得她老板都没必要来这里 她老板甚至都不知道 她对自己有这个情愫 我还是比较希望老板来的 如果她喜欢你 OK 你喜欢这个男人五六年 你没喜欢错 她也喜欢你 或者如何如何 有一个好的结果 第二一点不好的结果呢 听我讲完 第二一点不好的结果呢 就是她告诉你 我可能不喜欢你 但没关系 这是一个好事 你们压根就不了解 这个职场的残酷性 这个女儿做的决定是对的 我要遵守我的职业道德 哪怕我对这个老板有情愫 我不愿意去表达 大家都不要去触碰这个底线 办公室恋情和职场恋情 是非常残酷的 不允许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这会影响工作的 明明发现这件事情 已经拖拖拉拉这么多年了 在耽误着那个 一心一意对待你的人 难道你这个时候 还不应该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 应该出来说句话 她要不出来 我今天跟她没完 她不出来 都给我讲清楚 把我女儿拖了这么多年 拖了五六年 这算什么呀 这个阿姨呢 情绪可以稍微平复一点 无论事实如何 咱们尊重事实 刚才说说自己的真心话了 是一厢情愿 我自己也知道 这五年来是我自己太傻了 因为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 感情上的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去用理智去控制的 其实跟她在一起的 有一些场景当中 就是我会觉得是很开心的 可是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会很痛苦 包括觉得 就是没有结果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我就想问 为什么会没有结果 不方便说 要不让她自己来说 她来了没有 她是个男人 她应该担当 你希望她出来吗 我不希望她来 如果一个男人 她愿意为了你而出现在 众目睽睽之下 这不也是一种长大吗 她男人就敢担当 为什么不能出来 你不要这样逼你的女儿 你令到你这个老板以后 我是对你女儿好也不是 不好也不是 那最为难的是这个老板说 那我继续以后 我怎么跟你的女儿 去上下属的那种对待呢 她要是个男人 她就应该担当 她就应该过来 你怎么确定 她就是个男人呢 她为什么不是男人 男人有好多种 他们男人还给我女儿谈恋爱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只是长得像男人 在孙阿姨的追问下 女儿小飞坦诚 六年来一厢情愿暗恋老板 所以无法相亲结婚 孙阿姨却仍坚称 老板对女儿关怀备至 却不谈婚论嫁 肯定定有隐情 那么六年来 对小飞关怀备至的老板 与孙阿姨女儿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她能有勇气来到现场 接受孙阿姨的告白吗 来 之前我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 她如果来了 你敢说你喜欢她吗 我不会说的 你是想把这句话 烂到肚子里是吧 可能我对待感情 就是比较被动 比较内向的那种 那如果她说她喜欢你呢 你敢回应吗 不会 她说她喜欢你 你也不回应啊 你是个什么人 你好奇怪啊 你要怎样 我觉得就这样 做同事挺好的 只做同事 心里永远保持这种 所谓的暗恋是吗 再问你最后一次那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俩互相喜欢 却不能在一起 我再问她直白一点吧 她结婚了没有 你作为她的贴身助理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愿意回答吗 她结婚了没有 我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好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我没把两人关系处理好 我女儿瞎了眼了 你把我女儿都白沫了 你还是公司老板 你算什么呀 精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亲情 爱情 友情 爱无言 情无限 娃哈哈营养快线 六种卤酸菌发酵 娃哈哈真好喝 还有晒石纤维 更多肠动力 跟杯 娃哈哈乳酸菌 全家一起喝 好喝又健康 娃哈哈 想催眠我 是催眠熊猫眼 寒后熬夜眼霜 深度催眠黑色素 熬夜不熬熊猫眼 憨虎 珍珠粉美白典方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真珍珠 所以真美白 精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市有寿 大雪寒霉迎风雨 天寒地冻暖鸿 凉茶领导者家道报提醒您 12月7日是大雪 寒夜袭人天衣保暖 怕上火喝家多宝 九汁糖浓缩六味地黄丸 至甚亏不含糖 信赖九汁糖 感冒了 找改喻啊 修正牌改喻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各种上火 上各种火 认准修正牌二丁颗粒 消炎镇痛 就用修正牌 射箱撞骨膏 蓄痛快 真痛快 完美告白 由珍珠美白养福专家 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 珍珠粉美白典方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珍珍珠 所以珍美白 精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室有寿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完美告白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opot 怎么回事 看不出 你们看不出 你们看不出 怎么回事 里面是后面人 这叫什么呀 她还是男人 她来都不敢来 妈 你别这样 你说让我怎么讲 你说让我这个老脸往哪搁呀 我今天来就是让你们说个 让他跟我一个交代 他人都不敢来 我问一下编导他来了没有 有可能在第二现场 因为我们有些人总是 来了不敢出来 在吗 在第二现场 来 向后转 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好 大家好 我姓吴 是小飞的同事 你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主持人的面 你得给我讲清楚 到底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阿姨 你先别激动 我跟小飞之间真的没什么 还没有 是我没把两人关系处理好 才让你对我产生很大的误会 稍等一下 您刚才说 你没有把两人的关系处理好 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和任飞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跟任飞 就是上一季的关系 那你刚才说关系没处理好 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平时那个 我确实是送他那个 下班上班 也送他高档服装和化妆品 您的意思是说 您是在职场之外 是有点喜欢任飞的 是吗 小飞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 当老板的肯定都喜欢优秀员工 这是很正常的 当老板都喜欢优秀员工 那是老板喜欢员工 不是说男人喜欢女人 那不一样 其实 其实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 你有家庭的人 你还和我女儿在一块 你把我女儿害了五六年 阿姨你听我 听我说 我跟小飞不是就你想象那样 我女儿瞎了眼了 阿姨你听我解释好吗 你把我女儿都白沫了 我这你还是公司老板 你算什么呀 你太过分了吧 有点 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我不听解释 你来就是让她解释的 你要听一下 人家说了跟你女儿之间没什么 您这样说她有点 有点过 你先听她说一下 先她解释一下 他们之间可能真没发生什么呢 来 老吴 你解释吧 我跟任飞之间 本身就是 很好的上下期关系 我发誓 我跟小飞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别说了 一定要让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希望你今后不要和我女儿有什么来往 离她远一点 你们难道见了你的上司 见了自己内心喜欢的人 没什么话想说吗 其实我今天根本就不希望她了 因为你知道她结过婚 却一直不敢 对吧 我反反复复的问你 怎么可能不知道她 有没有结婚 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是 要瞒着我妈 因为我不想我妈操心 太幼稚了 这是很是别人的 这有什么压力 对 这什么事 我会不想我 好啦 我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这儿 一次 跟她妈妈解释一下 第二是在这个现场 真诚地说声道歉 阿姨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小飞被我服输的很多 我也向她真诚地道歉 对不起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吴 小飞 我希望你不要辞职 以后我会把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处理得更好 让你妈妈放心 以后我会处理好我跟她的关系的 不可能 一定让她女儿离开这个公司 离她远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 把之前那五年留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深的回忆当中 但是从今以后我希望我 她和她过来 让她在这儿 有很多人的理想 我只能在这儿 会让她给我 我们进来 再来 我心里与我 废话 很深处理 我最深处理 我最深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我知道 这五年来 我一直都在瞒着你 是我不对 我也知道你为我担心 其实 我都知道你是 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 因为个人的问题 妈妈唠叨的太多了 有时候说话呢 也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原谅妈妈 对不起 从小你都是把我当成 哦 一会儿 哎啊 我都说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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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介绍一下 我很担心她是因为一时的冲动 其实当时我拒绝她挺残忍的 你怎么拒绝呢 跟她说我有男朋友的 那你今天来干嘛呢 在她离开北京的时候 但是有给她打电话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她的QQ头像永远都是灰色的了 所以我想借这个舞台想告诉她 其实我内心也一直都是在喜欢她 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小男生啊 四个字 泪绝不爱 我当时付出了那么多 那么真诚 然后都被拒绝地这样决绝 那我也来个绝的 说不定人家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搞不好都结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告白 太迟到了 但是我还是挺支持这个女孩的 然后你拒绝她呢 可能你还不是那么勇敢地 去面对你自己的内心 对她的感情 你现在来面对你的感情了 我觉得男孩一定会来的 我能感受到她是真的在乎我 因为我平常出门 我会带着假吃 然后她会要求我不要带 其实我是担心 就是因为我这样子会影响到她 然后她的朋友会说她怎么样 但是她一点都不介意 你和她的那段感情 在她的心里面已经过去了 并不代表她曾经不爱 就是可能现在再回去找的话 没那么容易 不 我觉得我还是支持你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男孩 我一定会来的 我会原谅你 我会勇敢地和你在一起 可是现在她刚才也说了 她的QQ头像也联系不到了 很明显就是 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 反正我是支持她 既然错过一次以后 不要再错第二次了 其实有些时候 爱就是稍纵即逝的 你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会再也没有办法穿越回去 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再 为什么要让她过去 我就可以再续前缘 对 我不想错过 对 不要再错第二次了 我已经错过一次 所以我今天想勇敢地站在这里 我告诉她我的感情 哪怕今天她没有来 或者就是她拒绝我了 但是我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现在万一 人家已经有了这样 人家万一已经有了新的感情呢 你都没有了解过 就这么贸然的 说不定又是一段 新的错爱的开始 我放弃 如果她现在有 我放弃 对于她来说 是宁愿做了 错了 不后悔 也不要没做 错过而后悔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恩键旁边 每次开门之前 我总会例行公事地问你们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都关乎着门开了之后的结果 你是否能够承受 如果她今天不想被火上烤 她不来 你还会继续吗 她今天不来 我还是继续 我要我的告白 好 第二 她今天来了 但是她说 当初你是那样的伤害了我 而且我经过思虑再三 和在社会上的一些闯荡之后 我觉得 我难以给你 你需要的爱 她拒绝 你怎么办 那如果感情是 对她来说 是这么轻易的话 那我也会放弃 我还会 勇敢地走出来 勇敢地去面对新的生活 好 如果她的父母反对 虽然她自己坚持 但是毫无疑问 应该可以理解父母的感受 你又怎么办呢 我曾经在上一段恋情 也因为这个问题 我退缩了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不想放弃 我说过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 我也不例外 我想去努力争取 我不想放弃 我支持你 如果她今天是两个人出来 你怎么办 祝福她们 让我们一起造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我请不吝点赞 订命 您请不吝点赞 订命 我第一次在箱子的 Fool's 管转发 地下车 都不吝点赞 订命 电子摆 订命 但也不吝点赞 赞 订命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叫郭奎帅 为什么临阵逃亡 可能就是因为被拒绝之后 当时感觉挺伤心的 然后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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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特别的感慨 当年被姐姐给拒了 今年姐姐来找我 有一种受宠若惊的 失而复得的感觉 我特别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好好地 推心致富地 敞开心扉地聊一聊 接下来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 接下来是林飞的告白时间 郭慧帅 郭慧帅 首先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因为我欺骗了你 是我有男朋友的事情 要你那么伤心 要你那么伤心 可能当时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勇气 因为我 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女孩 就不敢去面对你给我的这份感情 所以是我的懦用 把你伤害了 对不起 在你离开北京的时候 那段时间 我总是会去我们 曾经去过的地方 总会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的美好 我才知道我早就已经 喜欢上你了 你带来了就无可救押 那一位爱情这辈子都没有了 结果还是真的夸了 林飞 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自从上次被你拒绝之后 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可能是我当时给你的感觉 是我的态度不够诚恳 因为我当时真的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所以我就想要说出来 尤其是那天喝完了酒 可能给你感觉我不够认真 是 我今天 我不想再错过 我曾经错过了 你 我想跟你说 不管你今天的答案是什么 我还是想跟你说 郭奎帅我爱你 你还爱我吗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不管我们将来要面对家庭 还是距离的问题 我都会陪你一起面对 我一直在分开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问自己 我到底还爱不爱你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 我一定去问自己 我都会要做 我最终的答案 就是 我总是在那些答案 就是 我自己报答 我都会说 我都会问他 我只会记得 那些答案 我才能够识得 我在说 就是 你会问我 你会问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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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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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押尾儿子付出 快来到你出轨 把一切问题都归到我身上 到现在你依然没有承认你自己 发心的出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你每到你最困难的时候 都是我在帮你 你为什么忍心拿着我的钱 去找别的女人 《精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 酒之堂浓缩六味地黄丸 至甚亏不寒糖 信赖酒之堂 感冒了 找感育啊 修正牌感育胶囊 那都不是个事 各种上火 上各种火 认准修正牌二丁颗粒 消炎阵痛就用修正牌 射箱撞骨高 去痛快 真痛快 完美告白 由珍珠美白养副专家 《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 珍珠粉美白典方 两天一片 十片见证 因为真珍珠 所以 真美白 《精润珍珠粉美白面膜》 全国屈臣室有寿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完美告白 想起很久以前读的一篇散文 散文的名字叫做 《那一年我把自己的爱人那么丢了》 散文的结尾是我又把它找回来了 从此再也不放手 掌声祝福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副专家 《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美食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精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